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一位主要的情绪 刘正尊敏 这个时候 如果小明能够进行情绪的自我觉察 他就能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 而不是让这些情绪主导他的行为 情绪的自我觉察 简单来说 就是能够识别和理解自己内心的情绪状态 它就像是一个内心的导航仪 帮助我们在复杂的情感海洋中找到方向 研究表明具备良好的情绪自我觉察能力的人 往往在社交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得更加出色 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做出更理智的决策 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情绪自我觉察呢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定期进行自我反思 比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问问自己 今天我感受到了什么 这些情绪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像给自己的情绪做一次体检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其次保持开放的心态也很重要 如果他能够接受自己的紧张情绪 而不是试图压抑他 或许他就能更自然地与女孩交流 毕竟谁没有过紧张的时刻呢 甚至连我这个教授在面对学生提问时 有时也会感到一丝紧张 尽管我已经准备了无数次 最后情绪的自我觉察还需要练习 就像学习骑自行车 刚开始可能会摔倒 但只要坚持就能骑得越来越稳 我们可以通过冥想写日记 或者与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 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情绪 自我觉察能力 总之情绪的自我觉察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还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就这场小明 如果他能在聚会上好好认识自己的情绪 或许他就能顺利地与心仪的女孩 展开一段美好的对话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情绪自我觉察的高手 驾驭自己的情感风暴 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会识别情绪变化 记录情绪日记 当然可以 情绪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时而阳光明媚 时而乌云密布 学会识别这些变化 并记录情绪日记 简直是现代生活中的一项必备技能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情绪变化是人类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你可能早上醒来时心情愉悦 喝着咖啡觉得今天会是个好日子 但到了中午 看到同事吃了你最爱的午餐 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情绪就像过山车 时而高峰 时而低谷 识别这些变化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甚至是他人 那么如何识别情绪变化呢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身体反应来入手 比如当你感到焦虑时可能会发现自己手心出汗 心跳加速 而当你感到快乐时可能会不自觉的微笑 记录这些身体反应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识别情绪 接下来情绪日记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能花几分钟时间写下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 你就能形成一幅情绪地图 情绪地图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某些情绪的规律 比如每当我看到那只可爱的流浪猫时 或者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 我就会感到沮丧 这不仅能帮助你更好的管理情绪 还能让你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应对的策略 说到这里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学生 名叫小明 他对情绪日记的概念半信半疑 于是他决定尝试一下 结果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记录情绪变化 渐渐的 他的日记变成了一本情绪小说 有一天他写道 今天我感到无比沮丧 因为我的植物又死了 而在另一篇中他写道 今天我感到无比快乐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活下去的植物 小明的情绪日记 不仅让他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情绪 还让他在朋友面前成为了植物养护专家 总之学会识别情绪变化 并记录情绪日记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还能让我们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 找到一丝幽默和乐趣 毕竟生活就像一场戏 情绪变化是其中的高潮和低谷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情绪剧本的编剧和主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通过反思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 当然可以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探讨通过反思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个主题 首先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正悠闲的喝着咖啡突然接到一条信息 内容是你被选为下个月的聚会主持人 瞬间你的心情从阳光明媚变成了乌云一步 你可能会感到焦虑恐惧甚至是愤怒 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又不是专业的主持人 这是如果你能停下来反思一下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你可能会发现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聚会 而是因为你对公众演讲的恐惧 或者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 通过反思 你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 还能找到应对的方法 比如提前准备练习 甚至是请朋友帮忙 有趣的是 情绪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 时不时会给你制造麻烦 比如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解古代哲学 突然有个学生举手问教授 您觉得苏格拉底会喜欢喝咖啡吗 我一时愣住 心里想 这和哲学有什么关系 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反映了学生对哲学的好奇和对我的期待 于是我微笑着回答 如果苏格拉底在师 他可能会喜欢喝咖啡 但他一定会在喝之前先问 这杯咖啡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反思 我不仅理解了学生的情绪 让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情绪背后的原因往往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期待 而反思则是我们与这些情绪对话的桥梁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情绪背后隐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洞见 就像那杯咖啡表面上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培养对情绪的接纳与理解 当然可以 培养对情绪的接纳与理解 听起来像是心理学的高深课题 但其实它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场情绪马拉松 每个人都在赛道上奔跑 有时快 有时甚至摔倒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年轻人 他的情绪就像一只调皮的小猴子 时而欢快 时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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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而愤怒 小明总是试图把这只猴子关进一个笼子里 告诉自己我不能生气 我不能难过 结果 这只猴子越观越狂躁 最后在小明的心里开了一场情绪开队 让他彻夜难眠 有一天小明的朋友小华告诉他 你知道吗 情绪就像天气 不能控制 但可以适应 小明听了 心想 难道我该在心里装个气象站吗 小华笑着说 不 你只需要学会接纳他们 就像下雨天 你可以选择带伞 或者在雨中跳舞 于是小明开始尝试接纳自己的情绪 他发现 当他不再抗拒愤怒时 愤怒就像一位客人 来访后也会离开 而当他允许自己感到悲伤时 悲伤就像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 接纳情绪的过程就像是和一位老朋友重聚 你可能会发现 原来这位朋友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可 你开始理解 愤怒可能是因为不公 悲伤可能是因为失去 而快乐则是因为珍惜 每一种情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正如每一种天气 都有其独特的美丽 当然接纳情绪并不意味着放任自留 小明学会了在情绪来临时 给自己一些空间 像是给那只小猴子准备个游乐场 让他在里面尽情玩耍 而不是把他锁在笼子里 这样来 小明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他的情绪也不再是负担 而是他人生旅程度的调味品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还要对情绪的接纳与一切 就像是在心中种下一件情绪的花园 每一种情绪都是一朵花 有的芬芳同构成了我的刺人 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美丽风景 记住情绪不是敌人 而是我们内心的朋友 值得我们去理解和接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 在我们探讨第二章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时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只小鸟 它每天都在树上唱歌 声音悦耳动听 吸引了许多动物的注意 然而有一天 一只乌鸦飞过 听到小鸟的歌声后 忍不住嘲笑道 你这只小鸟 真是傻得可怜 整天只会唱歌 根本不懂生活的艰辛 小鸟听了 微微一笑回答道 亲爱的乌鸦 我知道生活有时会很艰难 但我选择用歌声来面对这些挑战 你也可以试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积极的思维模式就像小鸟的歌声 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风雨中找到一丝阳光 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 并不是让我们忽视现实中的困难 而是教会我们如何以更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挑战 那么 如何建立这种积极的思维模式呢 首先 我们可以从自我对话开始 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微笑 告诉自己 今天或是美好的一天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傻 但科学研究表明 积极的自我暗示 能够显著提升我们的情绪和自信心 其次培养感恩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想一下 如果小鸟每天都在树上数着自己拥有的美好事物 比如阳光 清风和朋友们的陪伴 他的歌声一定会更加动人 我们也可以每天写下三件让我们感恩的事情 哪怕是简单的早餐或是朋友的问候 这样的小习惯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积极 最后 别忘了幽默版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学会用幽默的眼光看待这些小插曲 能够帮助我们更轻松的应对压力 就像那只小鸟面对乌鸦的嘲笑 它没有生气 而是用歌声回应了生活的挑战 总之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需要不断练习的过程 就像小鸟一样 尽管生活中有乌鸦的嘲笑 但只要我们坚持唱出自己的歌 积极的思维模式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扎根 记住生活就像一场音乐会 选择用什么样的旋律来演绎 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挑战负面思维 寻找积极替代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挑战负面思维 寻找积极替代这个主题 首先 负面思维就像是我们心灵中的小恶魔 总是喜欢在我们耳边低语 你做不到这太难了 你肯定会失败 则像是那个乐观的朋友 总是试图把你拉出阴霾告诉你 没关系 失败是成功之母 至少你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负面思维的幽默故事 让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画家 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满 每当他完成一幅画 他的内心小恶魔就会跳出来说 这幅画真糟糕 简直是个灾难 于是他就把画扔掉继续画下一幅 结果他的画室里满是未完成的作品 像是一个艺术界的垃圾场 有一天他的朋友来访 看到这一幕远不住问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画展示出来呢 年轻画家苦笑着说 我怎么能让别人看到这些丑陋的东西 朋友摇摇头 我对他说 你知道吗 即使是丑陋的话也能引发讨论 甚至可能成为艺术界的反叛之作 于是 年轻画家决定举办一个展览 主题是丑陋的艺术 结果 展览大获成功 大家纷纷表示 这些画作让他们感到亲切 甚至有人说 这幅画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涂鸦 从此以后 年轻画家学会了挑战自己的负面思维 开始欣赏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哪怕他们并不完美 挑战负面思维的技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负面思维往往会让我们错失许多机会 以下是一些挑战负面思维的小技巧 一自我对话 当你发现自己在进行负面自我对话时 试着停下来问问自己 这是真的吗 或者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就像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暂停键 积极替代 每当你想到一个负面想法 试着找到一个积极的替代 比如如果你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这门课 可以替换为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我会努力去学 三记录成功 保持一个成功日记 记录下你每天的小成就 无论是完成了一项任务 还是成功的做了一顿饭 第二 当负面思维来袭时 你可以翻阅这些记录 提醒自己 其实你是有能力的 幽默感 学会用幽默的方式 看待自己的失败 就像那位年轻画家一样 试着把自己的负面经历转换为效量 这样不仅能减轻压力 还能让你更轻松的面对挑战 结语 总之 挑战负面思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通过一些小技巧和幽默的心态 我们可以逐渐找到积极的替代方案 记住 生活就像一幅画 有时它可能看起来有些混乱 但正是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 才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故事 才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故事 所以下次 当你感到负面思维来袭时 不妨试试这些方法 或许你会发现 生活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美好得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运用正念练习 专注当下体验 正念练习听起来像是某种高深的冥想术 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专注当下体验 想象一下 你正在吃一块巧克力 正念练习就是让你全心全意的去感受那块巧克力的味道 甚至是他在你嘴里融化的瞬间 而不是一边吃一边想着 我还得去超市买菜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史诱他名叫汤姆的教授 他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正念练习的重要性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 他决定进行一个小实验 他拿出一块巧克力 邀请全班同学闭上眼睛 专注于这块巧克力的味道 结果大家都闭上眼睛 静静的等待着 然而汤姆教授却发现 几分钟后 教室里传来了轻微的咀嚼声 原来有个学生忍不住了 偷偷打开了包装 开始享用这块巧克力 汤姆教授忍不住笑了 习长看来正念练习的确需要一些训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正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需要时间和练习 我们常常被生活的琐事和未来的担忧所困扰 忘记了享受当下的美好 正念练习就像是给我们的大脑 装上了一个大脑 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深呼吸 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所以下次当你在享用美食 散步或者与朋友聊天时 不妨试试正念练习 放下手机 专注于眼前的体验 或许你会发现 生活中的想确信 其实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而已 记住 正念不是让你变得无所事事 而是让你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片宁静的乐土 谢谢小六字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设定小目标 逐步增强自济精 当然可以 设定小目标 逐步增强自济精 这个理念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让我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小站一下 有一只小乌龟 名叫小壳 总是羡慕那些在水中游的飞快的鱼 轻易想着 我也想像它们一样 游得那么快 于是小壳决定要成为一只游泳高手 但小壳并没有一开始就跳入大海 试图与那些鱼一脚高下 相反 他设定了一个小目标 每天游10米 起初这对小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他的速度比起鱼来 简直是慢的像蜗娘 但小壳没有放弃 经过几天的努力 他成功的游完了10米 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接下来小壳又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每天游20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壳的游泳能力逐渐增强 信心也随之提升 最终小壳不仅游得比以前快 还能在水中做出各种花样动作 成为了水中的明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设定小目标就像是给自己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阶梯 每当我们完成一个小目标 都会感受到一丝成就感 这种感觉就像是给我们的自信心架了一记强心针 逐步增强自信心的过程 就像小壳的游泳之路 虽然起步缓慢 但只要坚持不懈 最终一定能实现更大的目标 当然 设定小目标的过程也可以是充满乐趣的 就像小壳在游泳时 偶尔还会和水中的小鱼们打个招呼 甚至和海星们一起跳舞 生活不应该只是追求目标的单调与成 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享受每一个小小的胜利和快乐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感到自信心不足时 不妨试试 设定一个小目标 无论是每天读一页书 还是每天走10000步 记住 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一步的积累 就像小壳一样 他 享受过程 最终你会发现 自己已经游得很远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3章寻求支持与沟通 在我们探讨第3章寻求支持与沟通时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学生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数学考试的复习 小明的数学水平就像一只在水中挣扎的鸭子 既不优雅也不高效 于是小明的数学水平就像一只在水中挣扎的鸭子 于是他决定寻求支持 小明首先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小红 小红是个数学天才 简直就是数学界的超人 小明满怀期待的向小红请教 结果小红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说 哦那个简单的很 你只要记住公事就行了 小明心里想这不是我想要的支持啊 于是他决定换个策略 接下来小明找到了他的数学老师 老师耐心的为他讲解了每一个公司 甚至还给他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联系题 小明感到如是重负 心中暗想 这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 小明的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能把这些公事都记住 那我还需要老师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寻求支持和有效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小明的经历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期望 有时候我们寻求的支持并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就像小明一样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并找到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 在沟通的过程中 清晰和直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会因为害怕被拒绝 而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结果反而错失了获得支持的机会 就像小明如果他一开始就明确告诉小红 他需要的是详细的解释 而不是简单的勾置 获取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 此外寻求支持不仅仅是向他人求助 也包括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有效的沟通是双向的 只有在交流中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期望 最后记住 寻求支持并不是一种弱点 而是一种智慧 就像小明在故事中所经历的 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才能找到真正的帮助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像小明一样 找到合适的支持 顺利度过每一个难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与信任的人分享内心感受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似乎变得越来越稀趣 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的点地 却很少与身边的人 分享内心深处的感受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与信任的人分享内心感受的重要性 以及其中的一些趣事 首先分享内心感受就像是给心灵做了一次深层清洁 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 就像把一堆藏衣服塞进一个小柜子里 最终这个柜子会变得满满当当 甚至可能会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味 而当你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像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柜子的朋友 你就能把那些脏衣服拿出来 清洗干净 甚至可以一起讨论哪件衣服最难洗 哪件最有趣 有趣的是 心理学研究表明分享内心感受不仅能减轻心理负担 还能增强人际关系的清理感 就像是两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做饭 虽然有时会因为调料的选择争论不休 但最终的成果往往是美味的佳肴和更深的友谊 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位学生名叫小明 他总是把自己的烦恼藏在心里 一次 他的好朋友小华注意到了小明的异常 便主动邀请他一起去喝咖啡 在咖啡馆里小华耐心的倾听小明的心声 甚至还开玩笑说你知道吗 我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像个被一切的土豆 小明忍不住笑了 心理的负担也随着减轻 最终他们不仅解决了小明的问题 还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不妨试着与信任的人分享你的内心感受 无论是快乐 烦恼还是那些神秘的情绪 分享出来总会让你感到轻松 记住生活就像一场舞蹈 只有在信任的伴侣之间 才能挑出最美的旋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支持小组 感受集体力量 参加支持小组感受集体力量 这个主题听起来像是某种现代的团体疗法 但其实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集体智慧 想想一下 几千年前的部落 唯一坐在篝火旁分享彼此的故事和困扰 彼此支持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 今天 我们的支持小组就像是现代版的篝火晚会 只不过没有了烟雾和蚊子 在支持小组中 大家聚在一起 分享自己的经历 听取他人的故事 这种集体的力量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充电器 让每个人都能在彼此的共鸣中找到利益 就像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 我来这里是为了倾诉 但我发现倾听同样重要 这就像是我们在古代的部落中听长者讲述故事 获得智慧和启发 有趣的是 支持小组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情感上 科学研究也表明 参与这样的团体活动可以降低压力水平 提升心理健康 想象一下 压力就像是一个沉重的背包 而支持小组 就像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大家一起帮你扛着这个背包 甚至有时候还会开玩笑说 嘿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 是你的烦恼吗 我们来一起争掉它吧 当然参加支持小组也有可能遇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比如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焦虑的支持小组 结果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焦虑源头 最后我们发现 大家的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明天的工作 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制定一个焦虑减压计划 结果变成了一个如何在工作中偷懒的小组讨论 笑声不断 焦虑感也随之减轻 总之 参加支持小组 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还能让我们在分享和倾听中找到共鸣 甚至在幽默中减轻压力 就像古代的篝火晚会一样 支持小组 让我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勇气和希望 继续前行 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个人的努力 还有那份来自集体的温暖和支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专业咨询获得更深入的指导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专业咨询获得更深入的指导这个话题 首先 专业咨询就像是你在一场复杂的迷宫中迷路了 突然出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 他不仅知道每一个转角的秘密 还能告诉你哪条路是通往出口的捷径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位向导 你可能会在泥宫里徘徊数小时 甚至数天 最后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充满纸箱的储藏室里 和那些过期的披萨盒子做朋友 在历史上专业咨询的概念并不是新鲜事 古七八的哲学家们就像是当时的当时的 他们通过对话和辩论帮助人们理清思路 苏格拉底是问答法 就是一种引导式咨询 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无知 进而追求智慧 想象一下 如果苏格拉底今天还在 他可能会开着咨询公司 名字叫苏格拉底咨询 让你意识到你不知道的事 当然专业咨询不仅限于哲学领域 在商业世界中 咨询师就像是企业的超级英雄 他们用数据和分析来拯救陷入困境的公司 比如有一家企业因为过度扩张而面临破产 咨询师通过深入分析市场和内部流程 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根源 最终让公司重回正位 听起来是不是像一部商业大片的情节 而在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咨询师 比如当你在选择职业道路时 咨询师可以帮助你评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避免你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专业的职业咨询 你可能会选择成为一名专业打呼噜者 而实际上你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梦境分析师 最后专业咨询不仅仅是获取信息 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就像一场舞蹈 咨询师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和反馈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所以下次当你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惑时 不妨考虑寻求专业咨询 毕竟谁不想在迷宫中有个向导 或者在生活的舞台上有个舞伴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来自六度世界的心理学教授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情绪的自我觉察 积极思维模式 寻求支持与沟通等多个方面 让我们在生活的旅程中 更从容的应对情绪的波动 我们了解到 情绪的自我觉察就像是我们内心的导航仪 帮助我们识别和理解内心的情感风暴 而积极的思维模式 则如同小鸟的歌声 让我们在生活的挑战中寻找阳光 同时寻求支持与沟通的过程让我们意识到 分享内心感受并参与集体活动 能够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和社交连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明白了专业咨询的重要性 它就像是生活中的向导 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 通过这些方法和策略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 增强自信心 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当然我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验 你在情绪管理或寻求支持的过程中 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呢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 期待您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修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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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